大家好,我們好久好久沒有在這個粉絲團裡面跟大家開直播分享 因為Raffle安裝的車友真的還蠻多的 背景有點吵,不好意思,因為現在還立刻在施工當中 那因為Raffle安裝的車友蠻多的,我們有贊助的有另外一個Raffle的社團 那其實兩個社團,甚至是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裡面呢,也都會分別做一些直播 那今天呢,在這邊做直播的車款,當然是Raffle了 那這台是Raffle的,一三年款的,算是四代了 四代,四點五代,甚至是最新的五代呢,KT都有試用專用的車款 包含最新的五代叫TNGA的底盤,我們也都有供應專用的車款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呢,這個是四代 車友呢,除了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之外 前面的煞車已經原來就已經有做強化了 那今天還要做一個工程,就是把後面的碟盤把它加大 然後來臨的話換上摩擦係數比較好的來臨片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加大碟的部分好了 這個是安裝好的加大碟,後面它的盤進呢比較大 因為原廠的鋁圈規格是17吋的,所以它能做到最大的規格 就是325mm,這個是325mm 這個為什麼會比較厚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後面的煞車呢 是外碟內骨式的煞車,所以它的這個厚度呢會比較厚 要保留它原來內骨式的煞車,所以這個是盤進325mm 當然盤進加大之後,即便不換上比較高摩擦係數的來臨片 它的自動力道一樣會做提升,那如果連來臨片都一起提升的話 它整體的自動力道就會比較好 這個盤進是17吋專用的325mm,那我們來量一下 來量一下它原廠的規格好了 這個是原廠的後面的盤進,原廠後面的盤進大概280mm 小蠻多的,這個是大概15吋緊繃的規格 那如果是16吋的話大概300左右 這個是280,所以盤進有加大了 那另外剛好鏡頭帶到這裡,我們來看一下它後面的避震器 這是後面的彈簧,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像這一次的話,目前這台車使用的理想數大概10萬到11萬左右 因為車主是沒有特別激烈操控的要求 主要是因為它後面的乘坐感覺呢,會覺得好像船一樣很晃很晃 所以我們拆下來之後,當然就發現到 它的後面已經有嚴重漏油的狀況 這個應該也已經漏了一段時間 當這樣的避震器有漏油狀況的時候 它吸附住彈簧晃動的功能就已經失效了 所以車友就決定把它換上KT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避震器 那車主其實也已經有追蹤我們產品一段時間了 那也觀看過其他的車友有改裝 所以還是選擇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先來介紹一下它還是煞車的部分 像這台煞車在加大碟施工的時候 因為它原廠的這個哈姆的地方會有生鏽的狀況 所以我們為了要在施工有一個標準的SOP座位流程 把那個碟盤拆下來的時候 這個的哈姆軸程一定會有鏽 所以第一個動作要把這個鏽做拋除的動作 第二個這個的孔的周圍需要做一個防鏽的動作 那防鏽的話有的塗附的是一般耐高溫的黃油 那像這個比較好的材質呢 就是浮世的像這個有一個銀色的 我手沾到這個銀色的東西 這個就是浮世的鋁1100 這個是很高檔的一個防鏽的材質 也是在這個裡面呢 這個領域上專用的材質 所以它的防鏽效果會特別特別好 那下一次要換碟盤的時候 這個防鏽的效果都還在 它不會有生鏽的狀況 所以它的拆裝就會比較好拆裝 那下一次的時候 哈姆的話我們也都有做防鏽 所以當下一次再換碟盤的時候 這個狀況一定都不會有生鏽的狀況 所以這是一個標準的作業流程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避震器部分 後面的話避震器的桶聲在這裡 它彈簧的話是在這邊 車高的調整 這台車呢 如果在輪乎上遠的話 我們把車高大概是我的拳頭 可以兩個手指頭的高度 四代跟四點五代呢 它的車高都比較高 那五代的話車身有降低 加上底盤有 TNG的底盤有大幅的提升 所以它的整體的表現呢 就會比四代或者四點五代好很多 那這一台的車高呢 其實大概是八九十幅左右 可是今天的車主沒有要降太低 所以一個版本呢 KT的版本 道路版的話 降到最低大概是四個手指頭 大概四指幅左右 那今天只要比原廠略降低 大概兩指幅左右而已 所以車高的話 並沒有降得特別低 那像這樣高低可調的避震器 它的車高的調整呢 其實不是靠桶聲的長短 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來做調整 我們如果把這個的 這中間的這個區段的牙距呢 把它縮短的話 它的加上彈簧的整體長度 會變短 車高就變低了 也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把這個托板降到最低 那這一台車的話 我們以KT的設計 大概是四指幅左右 那今天的車高呢 要比原廠低大概兩指幅而已 所以這裡的區間的距離呢 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這個彈簧後面的話 我們所配置的是六公斤 那這一台車 其實是比較少見到的四輪傳動的版本 這裡可以看到一支傳動軸 所以這一台車的 我們之前分享的 應該都是二區的版本 那還有一個是4.5代的話 還有一個油電的規格 它油電的還有四輪驅動的 它後走重量的話 還是會比一般的二輪驅動的版本 還要來的重了一點點 但是基本上的懸吊系統的結構呢 都是相同的 那這裡可以看得到桶聲的部分 桶聲的話 它是可以調整長短 可是它的調長跟調短呢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它的調長和調短 最主要是要來取決它的彈簧的預載 如果把彈簧調得太長的話 它的彈簧跟Herokey 有可能會有鬆脫狀況 如果它的調太短的話呢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那一定就會不好做 所以這個桶聲調整的長短呢 最主要是在取決它後彈簧的預載 那後彈簧的預載呢 簡單來說 它只要預壓縮大概3到5mm就好了 如果壓縮過多就一定不好做 所以這個的 這樣的懸吊系統 是還不至於會像是其他的車款 會有太大安裝上的失誤啦 但是最主要這樣的安裝技巧 一定要到位 整體調整起來才會好做 那除了車高的調整呢 KT也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如果要舒適度比較好的一點點 那就可以把它總理調軟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如果等一下裝上輪胎之後呢 手是不太好伸到這個上面來做調整 所以我們這個是正插的系統 然後把它做導裝 那它的調整機構呢 是在桶聲的最下方 鏡頭可能有一點難帶到 好 我跟你換位置了 好 那我們如果手繞到輪胎的後面呢 就可以看得到這裡有一個旋鈕 那旋鈕的話 像昨天剛好有一個 是上個禮拜安裝的車友 他有問我說 那後面的旋鈕 總要怎麼調整 後面的話呢 它的旋鈕一樣是 由下往上看 順時針的話 由下往上看 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硬 一共有30段的主鈕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密解就是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可以不用對稱沒關係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加納碟 還有避震器 它的主鈕旋鈕在這個地方 手需要繞到輪胎的後面 才摸得到 就是在這裡局部 這是後面的改裝KT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其實車主呢 已經有改了D1高動力的煞車自動系統 所以今天的話就換成是 強化後面的煞車部分 那前面的避震器懸吊系統 這個就是一般 算是一般車款 比較常見的賣化成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特別因為這台車 其實它的整體操控算是很舒適 所以我們並沒有 像一般轎車一樣 把它的阻尼或者是彈簧的公斤數 配得很高 我們還是得要兼顧到它 原本休旅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前面的話我們把行程拉長 然後彈簧的公斤數只有6公斤而已 所以這裡的彈簧公斤數這個是220長 然後公斤數的話只有配6公斤 那KT的話呢 像這台車其實已經使用11萬公里了 有可能我們把原廠電器拆下來的時候 它的上座熟成也好 或者橡皮也好 已經快要有劣化的狀況了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拆原廠的上座來源用 也許有可能 車友裝了大概沒多久之後 就會有上座就出現問題 那這樣子就很難釐清 那到底是KT的電器有問題 或者是原廠上座有問題 可是你改KT的話呢 車友們不用煩惱這樣的問題 因為KT就有附全新的上座 所以等一下鏡頭會帶到上座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它的一些 BG的結構部分 像是這些的離載串部分 這個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固定點的話 它是跟原廠位置一樣 所以改KT的話 不用再多花費用 換可調式的離載串 也不用換強化式的離載串 直接沿用原廠的鎖點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ABS感應線 還有煞車油管固定位置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位置 所以不需要再用其他的 不符合安全規定的固定方式 來做固定 那這樣的這兩個仰角螺絲呢 在KT在設計的時候 這個上孔有做一個橢圓孔 所以這個橢圓孔可以做一個 微幅Camper的調整 它就可以做出 計師在定位的時候 想要做的一個定位角度 好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靠 不是靠這裡 這裡其實都不動的 它彈簧密載都是不定的 那這個的車高調整 是靠這裡的齒輪狀的托板 我們把這個方向 把它懸鬆之後 它就可以調整車高了 它調長它的車高就變高 相反的調低的話呢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像這樣的比較高檔的設計呢 它在調高跟調低時候的 乘坐感覺呢 是都一樣的 不會因為調高 我們把彈簧壓縮過高 這個比較硬朗 並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 乘坐感覺是都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用料的部分好了 我們介紹一下用料 像KT的用料呢 最重要的 裡面的主尼油 主尼油所使用的是 用義大利一整桶進口IP的主尼油 IP的主尼油 會比一般的混裝的油品 最少也貴了1.5倍左右 可是它的油的穩定度 整種的抗摔退度表現呢 相當的好 所以即便它比較貴很多 我們KT還是從頭到尾呢 還是都一直使用KT的 這個IP的 義大利IP的主尼油 那像油封的部分的話 應該有很多Raffle的車友呢 改的是日本的TEAM的品牌 那日本TEAM的品牌呢 它所使用的油封呢 就是使用NOK的油封 NOK的油封在日本來說 應該算是龍頭的一個角色 所以它油封的品質呢 相當的好 大概是台灣的 大概6到7倍的價錢 所以它的油封貴 但是品質的話是相當的好 所以很多一些比較大的 大型的日商公司的 減震筒也好 或者是避震器也好 所使用的呢 都是NOK的油封 那我們來看一下上座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了 上座的話呢 這個Raffle的車款呢 我們有附上座 所以這個就是 所附的全新的上座 那這一個車款 在調整阻尼的時候 相當的方便 在這一個上座的中心點 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往順時針的方向 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那調整的Megang呢 跟後面是一樣的 左右邊呢 一定要對稱 左右邊一定要對稱 就可以了 好 那基本上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 這台車比較特別的應該是 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車高的話 只有要微降而已 OK 那以上是今天呢 RAV4 算是四代 113年款 四代的一個安裝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呢 車友呢 有需要做試乘的話 請在Facebook裡面 打上KT Racing來做搜尋 或者是我們在文章裡面呢 也都有 KT的一個LINE的官方網站 可以提供給大家做一個連結 那可以用LINE的話 跟我們的小編 預約來做試乘也好 或者是有產品上的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掰掰